民进党九合一地方选举大败 民进党在28号公开了检讨报告 曾经精准预测这一次选举结果的日本学者小丽媛 他就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感觉不到 民进党有认真研究失败的原因 更表示蔡英文为留行政院长苏贞昌的举动 不仅难以变动政权基本的骨干 也没有办法表现出反省的态度 直言是失败的决定 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苏贞昌请辞 并于1月公布新的隔魁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望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